不會說話吧 想用來我的小孩子 一起打吧 不浪漫 你才幾歲啊 我天啊 你不好聊的 哈囉,Yahoo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沛玉,大沛 YahooPeeYoo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吳宗修 YahooTV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昊生 因為他其實我跟昊生哥的那場打戲 好像比較少那種 有真的打到 因為就是拿武器嘛 丟丟丟這樣 其實就沒有真的打 要跑來跑去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還好 不會說話吧 想用來我的小孩子 他比較怕被 他們比較怕被真的打到 因為我一直 就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在打 就我們在旁邊的時候 我一直在跟他們講說 都是假的 就是打都是假的 假打就好 他們在那個那時候 在那個 武館在練舞的時候 工作都做得很有力道這樣子 然後那個踢腳 你刷刷刷刷的那個踢 就覺得 不理小時候到底在幹嘛 小時候只有打過枕頭大陣 有 有 真的有 有 他們兩個是 比武資人的精神 所以如果票盲破壹的話 是不是就 你跟小燕姐 打你 出來拜票嗎 一起打他 一起打他 互相 沒有互相 對 還好 單荒廟 就還好 其實他也蠻厲害的 但他年紀比我小 對啊 哇這沒有話 他也是蠻厲害的 你起承轉 不是 他那個年紀打這樣 但是我覺得 你還蠻厲害的 那天其實蠻好笑的 因為天氣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我們的冰淇淋 真的是 等action的時候 就開始 融化 真的要 渡在他臉上之前 其實已經都留下來 他已經長得很像一個冰淇淋 然後一點其實 我覺得我跟大飛在裡面的每一場 是一點都不浪漫 因為其實 天氣太遠 然後 給女朋友 給老婆冰淇淋 然後結果是全部融化 就一點都不浪漫 但我記得那個弄完之後 然後就是整個冰淇淋看起來超醜 主導就說 OK 可以了 然後我們大家就說 蛤 冰淇淋剛剛都融化了 都不行 就是不像冰淇淋說 沒有在看冰淇淋 都在看他的戲 對 就由這個小事情 他可以看得出來 主導他是一個很有 很有魄力 然後他知道這個的重點 是什麼 的一個這樣子的導演 然後那個冰淇淋就是 度了他臉上也是四五次了吧 有 然後他就一直還原 對 我想在那邊斬痘痘 對 不速兔 我已經12歲了 我已經12歲了 你已經長很大了 就是超越我的偶像 李小龍 每一年都想超越 每一年累積超越 對 好夜拍戲 隔天我會覺得 隔天我會覺得 隔天三天 對 就是真的 真的累 身體上會有屁腦肝 你才幾歲 27 28 OMG 你還沒有30喔 你還沒有30喔 那邊 我天啊 就超好聊的 身體健康 真的我們兩個就是 好像到了一個一定的年紀 會覺得身體 身體健康真的很重要 因為畢竟他 去年跟我去年都非常的忙 就是一個接一個卡 都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要 身體健康 然後也期待遇到自己 很喜歡的角色